小宝探花是何人 相信在座的各位老司机都很清楚 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在全国范围内和一百多位美女发生关系 为了获取利益 将拍摄的三百多巨视频和照片放到了非法网站上 不过他忘了网络并非法外置地 最终一个个针孔摄像头将他拉下了谷底深渊 他是如何诱惑女孩又是如何暴露飞女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网络世界真真假假 你以为正在和你聊天的是一个深情浪漫的富二代 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连工作都丢了的抠脚大汉 而小宝探花恰恰就利用了网络的虚拟性 诱惑无数痴情小女生投怀送光 其实小宝探花的真实身份就是赵某 哪小不爱学习的他高中还没毕业就戳了学 进入社会中的赵某也没有遗迹之长 像一只乌头苍蝇一样乱撞 不过他的年纪正好让他改上了网络直播的时代 因此他也想与众多的网红奋一对更 在那几天赵某深陷网络直播中无法自拍 慢慢的他发现了一个现象 网上那些好看的小姐姐能够很轻松获得流量 他们往往可以凭借一个舞蹈或者一个动作就红遍网络 所以他认为自己掌握到了流量密码 觉得只要能和这些美女谈个恋爱拍个视频 也能从中赚取点利益 不过赵某长相平庸连正常工作都没有 相信也不会有人眼拙愿意和他谈对象 于是赵某开始想办法包装自己 利用之前微博的积蓄买来西服和仿制奢侈品 一夜之间就从一个老六变成了一个显眼帽 而且他还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海归富二代的人设 之后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广撒网找美女对象 没想到赵某的计划十分顺利 每当他把经过深度修图的照片发过去 搭配着他精心编造的华丽人设 有些女孩就会丢下防备丧尸理智 认为赵某就是自己的那个真爱片子 而自己就是那个苦等多日的归夫 之后赵某谈见面约犯局 开着租来的豪车穿着廉价的西服 说着编造的画术喝着纯香的咖啡 而对面坐着的女孩看着这个真爱片子 那被迷的是吃都不会饭了 某都不会到 最后稀里糊涂的就跟着赵某走进了酒店 而女孩不知道的是 这正是赵某精心安排的结果 在他到来之前 赵某早就在这间房间内放好了针孔摄像头 等的就是女孩心甘情愿地与赵某发生关系 之后赵某将这些视频图片导出保存 接下来就是验证赵某成果的时候了 说不好听一点 就现在大家流行说约炮 怎么样去约这个东西 然后呢 大家就可能在群里面去交流一下这个心得 同时有人可能会发一些所谓的战利品 就说我今天约到炮了和姑娘 发生了这一个性行为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性行为的视频 节选 通过手机拍摄的发到这个群里面 供大家娱乐 正像赵某自己说的年 刚开始他并没有特殊的渠道贩卖视频 只是在他们的群里销售 但是很明显这样缓慢的销售方式会让他保不住本 因此他就学习九一大神的那种操作 自己也创建了一个名为小宝探花的账号 并且将视频上传到非法网站上 正是因为赵某的视频很真实 并且女孩很漂亮 所以他的视频才会引起很大的关注 而赵某就因此尝到了甜头 之后赵某就会顾忌重置 以同样的手段去吸引更多女孩与他约会 之后将女孩骗入酒店 然后上传视频在网站上务力 但是这种就不是长久之计 毕竟他一直都是以谈恋爱为由找到了女孩 随着他的女朋友越来越多 赵某自然应付不过来 对此赵某是能冷暴力就冷暴力 不能用冷暴力解决的就直接掏钱打发 如果被他们发现了视频的存在也无所谓 因为这些女孩出于羞耻心 很少会有人选择报警 而赵某在此之后 则是进入到了直播行业当中 他开始花重金预约各种豪华高档酒店房间 以高消费为血头吸引更多女孩关注 然后在酒店内进行直播 记录与女孩的约会全过程 正是这样的猎奇直播方式 才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而小宝探发的账号 也因此获得了不少的粉丝 赵某这个策略的精妙之处就在于 他能将与女孩们的约会片段 放在社交平台上 而在酒店房间内偷拍的视频 则上传到网站上 他做一件事就赚了两份的钱 让他真的成为有钱人 有时候他几天的时间都能够靠着视频牟利数万元 赵某为了让这份产业更稳定 他还特意开始招聘视频中的女主角 称只要女孩愿意她就会给出相当高的报酬 不过能否应聘成功的条件是 女主角的颜值必须高 毕竟赵某所拍摄的视频 就是以真实性和女主颜值高为特别 虽然条件很呵呵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漂亮女孩前来 就算是发生关系 他们也会配合 毕竟他们能拿到的也会有丰厚的报酬 在与他们发生关系后 赵某就会将视频分为两部分上传到平台和网站上 之后也会兑现承诺给女孩转账 如果女孩拍摄完毕后离开也不碍事 赵某会继续寻找下一个女主角 然后会用同样的方式完成视频的拍摄 就这样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赵某找了一百多位女性 而赵某也因此赚了个盆满落满 彻底摆脱了老六的身份 他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诱惑更多的女孩 这份事业就像是一个无底洞 赵某走得越来越深 不过这世界根本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随着赵某账号粉丝越来越多 这样的直播内容也逐渐被警方盯上 赵某在毫无察觉的状态中走向了末路 2021年6月 警方锁定了赵某位置 并且迅速出警到达了赵某所在的酒店 当警方到达时赵某正在酒店中与某女孩拍摄不雅视频 面对警方的到来赵某也不知所说 没有什么抵赖就老老实实的上了警方的车 而这种以直播的方式牟利的犯罪手段也终于结束 面对种种铁证 赵某也随即交代了所有的犯罪进入 并且在警方的搜索下找到了存储不雅视频的硬盘 经统计赵某在硬盘中存储的视频有三百多集 而视频中的画面更是普堪入目 视频中能够清晰的看到女主角的真容 并且全程没有任何折腾 唯一经过处理的是 视频中赵某脸上厚厚的瓦才格 根据审问 赵某称这样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观看视频 让女主角全程露脸也是为了让视频看起来更真实 而问其为何要做这种事情时赵某也如实交代 据他所说 原本辍学后在社会中务工 但是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起走 有时候连日常最基本的开销都保证不了 在狭小的出租屋中 很多时候都无法满足赵某内心的空虚 因此他逐渐养成了在网上观看不良视频的时候 而当时直播行业红光 赵某就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直播行业当中 再加上心中有虚荣心在作祟 赵某就想到了拍摄视频牟利的点子 并且将自己包装起来吸引女孩的主意 手段逐渐熟练后 就将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和非法网站上 而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利益更是高的离谱 据赵某的交代 这些年通过这种途径牟利百万元 极大的满足了赵某的虚荣心 这些钱有的被用在了给女孩的分手费上 有的则是付给女孩的报上 当然能够落在手里的还是绝大部分 当警方询问其受骗的女性 现在在何处时 赵某也说不出个所以来 毕竟赵某的目标范围是全国 他有很多时间可以到全国各地区 并且在和很多女孩交易时 他不会留下自己的真实信息 正是因为这样才加大了警方犯案的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 在审讯过程中 赵某也说过这样一个话 他认为这种事情就是道德层面的问题 最多也就是违反了社会治安条例 根本没想过会是犯罪 但是殊不知这样的行为 已经给很多女性造成了伤害 严重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 拍摄 传播 下载不良视频已经违反了法律 并且已经远远超过了道德层面的约束 现在互联网发展迅猫 在他使用互联网做违法犯罪的事情时 警方也能通过互联网 找到与之相关的蛛丝马迹 只要是违反了法律 那必然会受到严惩 赵某接下来面对的 则是法律的制裁及罚款 另外我们在上网时 也应该擦亮双眼 拒绝莫名利益的诱惑 并且应该时刻注重对我们隐私的保护 尊重自己的同时 也尊重他们 请进步